全红蝉在接受采访时经常露出色恐的一面 比较紧张并且不喜欢多讲 如果是和陈玉希一起采访 她会习惯让陈玉希发言 不过 在熟悉的人面前 全红蝉很活泼 全红蝉也热爱交友 她和英国跳水选手斯潘多里尼成为了好闺蜜 跳水世界杯蒙克利尔战的间隙 全红蝉和斯潘多里尼聚在了一起 社交媒体上流传出了 全红蝉给斯潘多里尼按摩放松的视频 视频中 全红蝉给斯潘多里尼揉胳膊 随后又揉肩膀 专业运动员在比赛前和比赛后都需要认真放松 按摩是很好的方法 全红蝉当然也有被按摩的经历 只不过她这次扮演对一给闺蜜按摩 陈玉希则在两人的边上专心致志地看手机 全红蝉和斯潘多里尼在一边很欢快 全红蝉和斯潘多里尼关系很好 每次比赛见面都会交流 斯潘多里尼是英国跳水明星选手 在国际比赛中她多次在单人项目夺得铜牌 在双人项目夺得银牌 这次的蒙特利尔战比赛 斯潘多里尼获得了双人项目银牌 在今年的跳水市井赛她获得铜牌 斯潘多里尼在单人项目的实力比全红蝉和陈玉希低了一个档次 和全红蝉以及陈玉希在同一个时代 某种意义上说 其他女子十米台选手是不幸的 因为她们要长期生活在绝代双胶的阴影下 只能争夺第三名 斯潘多里尼在去年跳水世界杯西安战比赛时 晒出了全红蝉的照片 并且写道 闺蜜 这是全红蝉当时以东道主身份 看望斯潘多里尼 两人当时已经是闺蜜关系 斯潘多里尼还在西安战比赛间隙 留下了自己抱起全红蝉合影的照片 蝉宝整个人跳在斯潘多里尼身上 像是个人形挂件 斯潘多里尼身材高大 力气还是蛮大的 全红蝉有时候是射恐 有时候是射牛